全篇第九 却论也 却论者调基也 宁言者谄而甘忠 于言者博而甘致 平言者觉而甘勇 欺言者全而甘信 敬言者反而甘胜 先义成欲者谄也 凡称文词者博也 纵舍不移者绝也 策选进谋者全也 兴奋不足以至非者反也 故口者机关也 所以观必情意也 耳目者心之所住也 所以窥见奸邪 故于参调而应力道而动 故凡言而不乱 敖响而不迷 便意而不微者 观要得理 故无目者不可视以五色 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 故不可以亡者 无所开之也 不可以来者 无所受之也 物有不通者 圣人故不视也 古人有言语 口可以识 不可以言 言者有会计也 众口朔今 言有屈故也 人之情 出言则欲听 举事则欲成 事故智者不用其所短 而用于人之所长 不用其所捉 而用于人之所攻 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 从其所长也 言其有害者 必其所短也 故戒虫之汗也 必以坚厚 事虫之洞也 必以独视 故禽兽之用其长 而谈者 亦知其用 而用也 故曰 此言有武 曰病曰恐 曰忧 曰怒 曰习 病者 敢衰弃 而不神也 恐者 长觉 而无主也 忧者 闭塞 而不屑也 怒者 妄动 而不挚也 习者 宣散 而无药也 此武者 精则用之 力则行之 故与智者言 医于伯 与伯者言 医于辩 与辩者言 医于药 与贵者言 医于事 与富者言 医于高 与贫者言 医于利 与见者言 医于谦 与勇者言 医于感 与愚者言 医于锐 此其数也 而人常反之 是故 与智者言 将以此明之 与不智者言 将以此教之 而甚难为也 故 言多类 事多变 故 中日言 不失其类 而事不乱 中日不变 而不失其主 故智贵不忘 听贵通 智贵明 慈贵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